前几天听闺蜜吐槽道,当妈之后总是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嗓门大到可以去唱女高音。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当妈难,当个温柔的好妈妈更难。 很多时候面对孩子的调皮捣蛋,不听话甚至是屡教不改,忍不住情绪上头,音量提高。 吼她是因为妈妈们太心急了,太爱她了。 然而对于孩子而言,妈妈的高音吼叫是恐怖的,给孩子身心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磨灭的。 因为大多数的吼叫责备都是惩罚性的,降低了孩子的幸福感。 教育专家陈和勤说,孩子幼小的心灵极易受到挫伤,任何粗暴武断的教育方式都是不合时宜的,只有用温和的方式才能走进孩子的心灵。 教育路上最大的劲敌是父母的音量。 小孩子多烦然,他们自己心里没有数,不吼就只能打了。 在乔乔妈的眼里,吼骂打是教育孩子最直接的方式。 乔妈的作用名是,心里不爽就是要吼出来。 正面的亲子沟通,在他们家是没有的。 本该是喜欢腻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年纪,瞧瞧却和妈妈一点都不亲。 吼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吼这样的教育方式本身就是语言暴力,夹杂着不平等。 换位思考下,当我们做父母的在生活工作中犯错时,是喜欢有人给你耐心指导以便下次不再犯错,还是喜欢别人上纲上线,对你进行指责。 孩子还小的时候需要父母去引导他,等待他,不要急于求成。 小孩的观念里没有对错,当你对孩子大吼时,他不知道他为什么错了,会感到迷茫和恐惧。 次数多了以后,小孩会不知道哪些他能做,哪些不能做,看父母脸色行事,没有自己判断事情对错的能力。 父母用简单粗暴的大音量斩断了孩子的翅膀,却指责孩子不会飞,伤了孩子的心。 有经验的父母会平等沟通,引导孩子自愿去做事,让孩子感到尊重。 最成功的教育就是让孩子做的事正好是父母希望他做的。 我们一直提出要尊重小孩,但是在管教小孩时又开始展示家长权威。 心理学家莫纳舒尔认为,如果父母的管教方式是呵斥和命令, 孩子很容易在心理和言辞上表现出攻击性。 父母音量越大越吼,孩子越不听话,你让他往东,他偏偏往西,效果甚微。 长期在父母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孩子会通过磨磨蹭蹭唱反调这样的方式进行反抗。 当孩子也朝着你大声喊叫时,不是他的翅膀硬了,而是你让他受伤了。 大吼大叫,有些孩子看似没反应,但其实在悄无声息中破坏了孩子的大脑结构, 伤害着孩子,让孩子的成长受阻。 小勇的妈妈喜欢用吼叫的方式逼孩子乖乖就范, 导致成年后的小勇性格在潜移默化地向妈妈靠拢, 甚至有轻微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他特别讨厌女性用尖锐刻薄的语气和他说话, 只要任何人冲他喊,他就会像一头见了红色的牛一样,间歇性失去理智。 从小被吼到大的小勇,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明明知道不好就是改不了。 你的大音量最终有可能收获一枚缺乏朝气或者浑身充满力气的暴力青年。 父母低声的鼓励,比大嗓门式的嘶吼教育更有效。 正面管教书中说道,孩子们需要鼓励,正如植物需要水, 没有鼓励,他们就无法生存。 孩子们需要成人的鼓励才能茁壮成长。 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告诉孩子非常重要, 一旦孩子意识到自己优点,就能产生连锁反应,唤醒其他的优点。 教育孩子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烦意乱,情绪上头,在所难免。 当孩子犯错时,父母没有控制住自己情绪时, 冷静过后,把孩子叫到身边轻声细语地给他讲道理。 你可以抱抱他,事实告诉他,家长也很辛苦, 作为小孩子也是家里的一份子, 如果听话的话,就是帮助爸爸妈妈了。 当你告诉他,没有忍住向他发了脾气,向他道歉时, 孩子可能会很懂事地安慰你。 孩子比我们想象的更爱大人,更懂事, 他们也会轻易地原谅父母, 但是我们父母,不要辜负他们。 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有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大人小孩互相理解。 没有天生的好父母, 教育孩子时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遇到挫折不解, 暴跳如雷,如狮子般发怒, 困惑孩子为何不听话, 这些情况时有发生。 打开育儿的人多二脉, 当我们不再暴跳如雷, 不再大吼大叫, 你会发现鸡飞狗跳式的日子正在消失。